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理智勃勃的检察官 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的信仰 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所知道的坏人 矮子江振是一名有势力的黑社会大哥 喜欢把别人的利益用各种手段举为己有 把别人辛苦的收获的东西掠得到自己名下 这天道荣和歹徒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 在道荣的高超车技下 成功追上了歹徒并且开车撞倒他 接下来用简单粗暴的手段 疯狂用凳子砸着歹徒 直到警察赶到 而另一边 检察官振宇一心想铲除黑社会老大江振的组织 最终只把江振派入狱三年 为此他被暗算 安排到偏远地区工作也毫不放弃 三年一过他又回来了 而江振也刑满释放 于是检察官振宇又开始调查江振组织的行动 就在江振出狱那天 监狱门口两排小弟相迎 正要离开时 来接自己弟弟出狱的警察盗容 也来到监狱门口 看到监狱门口阵势 眼里容不下坏人的盗容 用言语挑衅黑社会 当黑社会成员准备发作还击时 却被黑老大江振制止并且离开 他不想和警察有过多牵连 盗容弟弟小帅出狱后 盗容带他去医院 看望了绝症的母亲 两人发誓 一起守护母亲 过了一段时间 出狱后的江振 又开始了他发展势力的行动 用残酷的手段逼迫对手 签订不平等条约 盗容的弟弟小帅 因为在监狱时 听从江振吩咐 但私藏江振犯罪传话纸条 并以此勒索江振 拿一百万赎金来换这个纸条 于是江振的组织盯上了他 这天 弟弟小帅因为母亲的病症难过而买醉 盗容在街上找到了小帅 领去便利店为他买饮料 结账时看到彩票后 买了几张研究起来 正在此时 江振的组织走到喝醉的小帅面前 在一行人的掩护下 杀手东尼同死小帅后回到车里 等待小帅死亡 盗容出了便利店 看到躺在地上 奄奄以息的小帅 他痛苦的大喊救命 江振组织在看到小帅死后 开车逃离现场 此时被道路管控的交警喊出 东尼几个人直接撞翻了交警 驱车逃离 这一幕被崩溃的盗容看到 于是 疯狂的跑过去去追东尼几个人 但还是被东尼几个人跑掉了 随后盗容回到警局 开始追查线索 最终将嫌疑人锁定为 江振的手下东尼 这天 盗容通过线索找到车贩子黄毛 并通过黄毛 找到东尼等人的踪迹 于是 一场打斗 就此上演 此时打斗现场 对面楼 检察官振宇等人 暗暗观察着东尼等人 好从中掌握江振犯罪组织的证据 来一个一锅端 看到对面的战斗 思考再三 振宇决定不惜暴露 前去打斗现场 实施抓捕 但东尼等人听到了警车声 选择了逃跑 到振宇等人赶到 只剩下趴在地上的盗容 这是第一次 盗容和振宇打照面 东尼几人逃跑后 惹上了案件 江振犯罪组织 惩罚了东尼的大哥黑脸 江振组织把黑脸 绑在废弃停车场的车里 用吊机吊起了一块大铁球 起重后 重重地砸落了车的前盖上 黑脸因此逃过一劫 但是也被吓晕了过去 江振之所以没有杀掉黑脸 是因为他做事的原则 最看重的是忠诚 而黑脸并没有触犯这一条 让黑脸先躲起来后 离开了 另一边 一直以暴力解决事情的盗容 被上司控诉 决定停止观察 失望的盗容 一个人独自喝着闷酒 此时振宇找到了盗容 两人目标同为江振犯罪集团 振宇决定拉盗容入伙 把盗容调到自己部门 盗容考虑后同意了 因为如果只有这样 他才能继续为弟弟报仇 但此时 振宇还不知道小帅 是盗容同父异母的弟弟 这天 振宇等检察官开完会 讨论江振犯罪组织 会上提到了被杀了一名犯罪组织老大 痞子李 和盗容的弟弟小帅 根据掌握的线索 痞子李是黑脸所杀 而小帅正是黑脸的手下 东尼杀的 这两人的死 都和江振犯罪集团有关 但目前江振想踏足政坛 他把创办的慈善基金 一半的钱分给了政府官员 并且经常在电视上 发表慈善演讲 成为了大众口中的慈善家 考虑到江振地位 江与上司决定先安中调查 以免打草惊蛇 江振组织找到了痞子李的手下小红 因为他知道黑脸等人杀人的全过程 于是决定暗中做掉小号 杀手东尼等人正准备行动时 盗容及时赶到 于是一场打斗正式上演 打的是难解难分的 警察及时赶到了 东尼等人又一次跑路了 只留下单枪匹马的盗容躺到地上 另一边 江振十分厌恶检察官振宇 于是把振宇叫到一起 准备拉振宇下水 结果振宇拒绝了江振 并且警告江振 他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过了几天 振宇找到了救下的小红 小红说出了黑脸杀死痞子李的原因 原来是痞子李和江振同时竞标商铺 因为利益原因而导致杀害 得知原因后 江振拿着搜捕令 前上江振集团 并成功拘留江振手下一名高层 想以此作为突破口 测试江振犯罪集团的证据 江振从手下口中得知此事后 找贿赂的高级官员寻求帮助 经过高级官员施压 检察院最终宣布 江振手下因证据不足 无罪释放 得知结果的振宇 有失望又无助 不满宣判结果 而愤怒地倒容 准备找到释放的江振手下 在警察局一顿暴力痛打 以此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另一边 振宇冒宇找到江振 告诉江振 自己一定能找到 他指使杀害小帅 以及痞子李的证据 江振却平静地告诉振宇 收起你所谓的正义 不然连你一块收拾 道容和振宇 一起来到酒吧喝酒 从县人口中得知 祝畅小姐是黑脸包养的女人 黑脸拉女人下水吸毒 并且开始包养她 供她吸毒 而且根据情报得知 祝畅小姐每周就要去看望黑脸三次 于是道容和振宇决定下班后 跟踪祝畅小姐 晚上两人一路开车尾随 终于找到了黑脸 两人选择通知警察 自己在原地监视 防止黑脸逃跑 正在此时 道容接到了女友来电 被告知 母亲的病情加重了 被转到了重症监护室 但是道容因为有任务在身 忍着痛苦 选择在原地监视黑脸 正当等待警察到来之时 两人看到黑脸的车准备出去 于是等不及的两人 选择开车撞上了黑脸的车 并对黑脸实施抓捕 黑脸趁机会汽车逃跑 道容把母亲病危 但自己并没有去前尽孝的怒火 全部夹到黑脸头上 疯狂地追击黑脸 在一处废弃工厂内 黑脸暗算道容后 拿水管紧紧地缠住道容的脖子 当道容吐血快要窒息时 真语及时赶到 拿着厂房叉子制服黑脸 并且成功地把黑脸带回警局 行动结束后 道容及时赶到医院看望母亲 为了感谢女友照顾母亲不离不弃 道容提出和女友结婚 但理由却是为了让母亲高兴 女友不满道容的求婚方式 内心高兴的同时并没有直接答应 这天呢 振宇在警察局开始审问黑脸 经受不住压力的黑脸交代 江振指使小帅传话给自己 命令自己杀死痞子里 又说 小帅之死是因为出狱后 他找江振勒索一百万 来交换江振 让他传给他黑脸的纸条 得到此线索后 振宇和党容迅速展开了抓捕江振的行动 罪名是涉嫌杀害痞子里 此时江振已经是参与政选的政客 当振宇把江振叫到警察局后 江振交来了高级官员陪同 高级官员告诉振宇 他的级别还不够资格审讯江振 另一边 在江振的军师 以为江振要完蛋时 选择了出国潜逃 但他的行踪早已经在警方的监视下 到了机场 被党容带了回来 在天台上 振宇告诉军师 自己已经知道江振在海外有个账户 并且掌握江振的一些犯罪线索 希望与军师合作 以事后放军师出国为条件 但是军师却并不认为 振宇能够扳倒江振 选择了拒绝合作 聪明的振宇告诉军师 此次谈话 江振已经知道 即使军师不合作 那么江振也不会再信任军师了 这话让军师陷入了沉默 因为他了解江振的 江振除了自己 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过任何人 另一边 一名警察到审讯室找到黑莲 关闭监控 并告诉黑莲 要为江振做最后一件事 势力庞大的江振 在警察局也有手下 思考再三后 紧张的黑莲选择了答应 与此同时 道荣找到正在审讯江振的检察官振宇 告诉他 小红和黑莲都已经带到审讯室了 振宇通过道荣开始审讯 正当道荣准备走时 江振叫入了道荣 说出出于当天见过道荣 并且讽刺道荣的弟弟小帅 是个听话置认的年轻人 道荣听后准备发怒 却被振宇拉住后叫了回来 惊讶的振宇这才知道 为什么道荣一直执着于江振犯罪集团 原来是想要为弟弟报仇啊 但是如果让道荣继续待到自己部门里 即使江振被判了罪 别人也会在背后戳击当骨 说他们是为了公报私仇 然后并且责怪道荣 应该早点告诉他这个情况 一番争吵后 镇宇决定让道荣离开自己的部门 正在此时 镇宇接到电话 被告知小猴自杀了 而黑莲也畏罪潜逃了 当镇宇赶到后 愣到原厂 正在愣神之际 同事告诉镇宇 黑莲又回警察局自首了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一众检察官来到警局 以殴打刑讯逼供动 要逮捕道荣和镇宇 镇宇同事不满这个结果 两方人马在警察局打了起来 镇宇一声大喝 示意别惹麻烦后 选择和警察官走了 在人为刻意安排下 大批警察 记者纷纷到达现场 镇宇和道荣被捕 以刑讯逼供 逼死证人 被大肆报道出来 与此同时 检察官召开紧急发布会 并且澄清 此事是镇宇和道荣的各样行为 并承认是检察官监管不利所导致的 同时宣布江振无罪释放 在江振被释放时 路过道荣和镇宇的监狱时 得意地告诉镇宇 不要赌太大 这就是下场 道荣听到后上蹿下跳的 大喊要杀死江振 但是却只能在监狱里蹦荡 江振出来以后 找到军师谈话 并责问军师为什么背叛自己 军师回答 自己从来没有背叛 只是江振除了自己 谁也不相信而已 江振打断了军师的话 问军师再给他一次机会 是否会选择继续效忠自己 军师思考后 回答不会了 失望的江振不再多言 拿酒杯与军师碰了一杯 一饮而尽后 抄袭后面的钢管 直接抡到军师头上 一棒一棒 无情地杀死了军师 并且安排手下处理尸体 在他的世界里 背叛是最容忍不了的 另一边 镇宇和道荣作为被告 来到法院 而原告正是黑脸 他替江振做的最后一件任务 杀死小猴后 转告镇宇和道荣 一番宫廷对着谈话 在黑脸辩护律师 刻意的证据下 最终 法庭以故意伤害嫌疑人为由 判处镇宇和道荣监禁 此结果 让充满正义感的两个人 彻底崩溃 在法庭开始 皆私敌礼起来 而此刻观众席上江振手下 也开始起哄 现场乱作一团 蹲在监狱的两个人 所有的热血渐渐被削弱 镇宇已经渐渐产生无力感 与此同时 江振手下 全去道荣母亲的医院 一顿打杂后 寻找小帅隐藏的纸条 寻找无果后 拔掉道荣母亲的养鸡罐 并用胶带封住嘴后 往她口中注射毒药 当女友冲进病房 看到现场情况后 不禁哽咽出声啊 母亲伸出大拇指 首饰告别后厌弃 她伸出大拇指 或许是想表达 让女友转告道荣 一定要坚持的 勇敢的活下去 道荣终于以母亲离世 来获得短暂奔丧的假期 当她见到女友后 女友从母子三人的 合照背面 发现了小帅之前 隐藏的纸条 并且交给了道荣 在埋葬完母亲 回到监狱的路上 被仇恨笼罩的道荣 选择跳车逃走 因为她要凭一己之力 为亲人报仇血恨 成功逃跑的道荣 找到黄毛 并问江振的踪迹 在得知江振行踪的道荣 选择持枪在歌剧院门口等待 当江振参加完 女儿歌舞表演后 走出剧场 道荣持枪 向江振等人 抠动了扳机 江振手下 冒着挨着枪子的危险 向前掩护 身中树刀的道荣 终于成功 干掉了江振的一众手下 此时惊恐的江振表示 老婆开车带女儿赶紧离开 等到家人离开后 道荣正在江振惊恐的眼神中 抠动了暗计 打在江振的腿上 不顾伤势的江振 终于坐了车了 脚踩油门 去车朝道荣撞了过来 等他撞到其他车辆后 江振选择了汽车逃跑 逃至电话停时 警方已经全部到达现场 看到江振得意的笑容 被仇恨笼罩的道荣 选择了连续开枪 结果被警方当场击毙 事件结束后 江振又在为选举而开始忙碌起来 这天 振宇终于刑满释放了 他约江振到天台见面 或许江振真的觉得 振宇已经消停了 于是自信的江振不带手下 自己来到见面地 振宇毫不犹豫地 选择开枪打死江振 并且把小帅撕藏的纸条 丢在他身上 微笑地独自等待警察前来 影片到此结束 当一个人恶作剧 可以玩弄法律时 即便法律也制裁不了他 也会有人飞蛾扑火般的 前来制裁 人在做 天在看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冲 即使法律触及不了 但正义最终将继续延续下去 我是市长 下期见